为了协助机车用路人累积道路驾驶经验 养成安全防卫观念 交通部研议新增机车入口制度 公路总局指出根据研究显示 透过机车驾训班取得驾照 违规率可降低到1 2 2 以上 造势率能减少1 3 3 以上 希望朝向机车驾训普及化推动 公路总局表示驾训列为考照必需程序 会再做演绎 强调循序推动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目标 必须要循序去推动 而且也要跟外界做一些适度的一个沟通 所以我们希望在明年度就能够 推出这个试办的一个计划 鼓励驾训班来设计这个 道路驾驶体验的课程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现在像我们住在读会区 那个人口密集度非常高 尤其是在上下班的时候 机车跟汽车在行驶的时候 那个密集度其实是非常都恐怖 那如果再增加这个机车路口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也可以有一个增加一个安全 道路安全的一个考量跟一个 实际的一个测研 公路总局目前设计两种方案 第一个是考生拿到驾驶后 再参加驾训班道路驾驶体验课程 上路时间较快 第二个则是直接列在驾训班数科课程当中 如果设计修法的话会是长期目标 如果是采取第一种方案就是不需要去 动到相关的配套修法的一个方式 那只要责定相关的一个路线 明年上半年应该就可以来对外来做实施 张顺青表示 由于牵涉地方政府对试班路线的核定 及驾驶班准备作业 因此相关实施方法 路口环境规划都还在沿拟 要等到向交通部报告以后 才会有初步结果 原是新闻胡顺八度台北市采访报导 词政策